这个 拉进来哇好快 虽然说大金这边很静的去打了一个 但是由于对方的人数过多 所以说没有办法做到一换一 很亏因为人那个坡就可以了 这个好 我看这匆匆是专门打车的方向往这边开的 是的他看到这边2004 这个队五有点脱节 但是自己的起步速度有点慢了 这边没有吊人 是的但尬在这里了就怕是 能救吗但是救的话 得封大量的烟啊 也就是萨萨跟小松那个房区做支点 看看能不能帮队友先驾到 这波浮起来没有 还是被记倒了 好伤啊为了这一分 但是再往前开 长龙想拉强先来着 没想到绕到2004范围之内了 没错 这长龙被短龙 打了 乔林匆匆又被打倒了 这应该是三道了 这之后导致自己的节奏有点偏慢 还被补了好亏啊我感觉 是挺亏的 而且这块就两个队伍都在看他 只是圈外面 嗯 JFY只能说是在上一波跟天路纠缠完之后 长龙被204打完之后 想绕圈绕的南部 但没想到南部还有个DSS 有点走投无了 等于基本上是无视野信息的一波盲渣 这个是没办法搞 就一丝水一压 蓝圈一过来 激激了 是的 等场JFY差不多了 只要DSS抱团 没有问题再拿下一分 这波等于是蓝圈里面爽收了几分 是的 FY现在选择放弃的K阵 这个扎克阵 好多枪线 Galaka 嘴瓢了 你这个说了三次 我都 晕了 主要是太担心KRG了 他这波过来好多队子在扫 204整体在这个下城区南部的桥头是空的很死 天霸 把烂人打下来 这里应该是 他想动一下的 是的 正面三打二 水量还被压了 小北被打回去了 这雷压一下的话 想知道浑水啊 天霸难道想撑乱 这山头队伍实在是太多了 我是觉得 我感觉 我感觉是 是这个天霸本身想要去 就山上的也在打 山下的也在打 是的 小鬼被打倒 已经被带走了 被悟空打的 是从山下 从那个南面 里回点 对 全行同心员 这是分散投资了吗 小童一个人在水塔 他直接被带走了 对 没想到他可能有预感 就是FTY这个位置就是能打到 嗯 小露直接把这个分数给K掉 那这样的话 天霸只剩两个人在马路反 这两个对FTY来说 回出来想真雷吗 我看到有人 嗯 他已经去了 对啊 FTY是真的很想要得分 不想养了 另外一边的话 YLG也是拿到了204 木青的人头 是的 现在最混乱的点 就是在龙脊山上面 因为DSS也上伤了 四对混战 XLG两个人选择去徒步推进 你别说他还真打了 是的 他只是赶着New IP要去打山上的人 谁说一颗雷 炸到了冥冥冬南南 而电塔 同时也是 来了一队新队伍 XCG和2014 两只队伍都来了 都想抢这个位置 FM想要清智地方的分 其实不用着急 慢慢来 是FM是保持安全距离的 是的 但是譬如后面有人 因为有队伍不是完全 就是XCG 他不是全部都来的 是的 进点小轩是吧 阿伟也是打倒了 而龙脊山上面 New IP现在目前只剩周平一个人 难道还能救吗 他一撕起了 自己血量先不多 只能先打药 天霸也来了 天霸应该会跟Pero先打 Pero这边是防守战 放弃了南南 天霸的参战 让Pero也是提高了警觉 New IP是毒狼吧 哦 一个小身位的peak 但是由于自己血量不是很多 最后还是被李白给打掉 是 DSS局部是打赢了 本场DSS拿的分数很高 8分了 是的 XLG好像人也不多 他在往天霸脸上去 绕王林树 还在找另外一条路 是的 天霸应该脸上就剩一个了吧 脸上 是的 我这个应该是正好狡猾 大岩石 没有任何开枪的余地 最后被推敲给收下 看他Pero了 Pero人好多 Pero又是满边啊 除非林树 是除非林树从后面 林树在打山上 近火的话 有分 说实话 我是林树我也会开山上的分 这只要是真的走不了了 这只要是真的走不了了 2KK的扫手依旧是非常的稳定 这样的话屁股好像只剩857 Pero还是这个信息还是吃的比较死 依旧是在往山上去看 FM这里一直是保持着 就是投注可以照顾到的一个距离 是的 往这边切了一点 所以说FM的进攻时间还是有很多的 不用那么着急 是的 三颗手雷排了点 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人 林树一个人还在防守北边的YLG 是的 YLG也不在圈啊 FM有抽到天露 已经让FM有警觉了 是的 我听到永远非常大声的在爆 虽然在爆 但是没想到从另外一个角度 直接又来了一颗雷 是的 永远在回撤的过程当中 精准只剩112一个人了 但是位置已经锁定 KRG选择一波推进 将FM的分数给全部拿下 KRG这波算是 就是包围战了 是的 打得很主动啊 证了一下他的枪口 哇 他不想换一个角度 但是 被架死 但是Pero这边 本来 这个两边的矛头 都是指向林树的 但是林树被淘汰之后 Pero也是赶紧找到一个 掩体小叮当 在这个掩体后面 原点AZ的架架 好准 不是 这 拉枪线其实也很冒险了 真的 哇 2KK 现在的话 YLG所剩的人员别 不多只是您一个 嗯 厕所外 感觉一下 这种烟雾 看不太清 没人的还是很准的 真是吗 我还以为摩托声 准备上去把人给切了 哦 这个差一点啊 你看到没有 那个摩托声横着 横接面过去 差点把人给斩了 哦 切脚了 另一边 另一边不再圈的 李亏建的悟空和CDG也要出来 两边都不再圈 悟空是想要力去强收F2 这个防区的 看看充联 老师哥 哇 全浮在地上 哎呀 到前面半缩子没打到 真的是要了他的亲命了 关键是被捕了呀 这个有点伤 说实话 嗯 那这的话是可以去到之前小童被淘汰的那个小水塔 KLG开始冲锋 嗯 先被打掉一个 那只有一个人咯 哎 CDG车辆保存的还不错 你看真别说 嗯 来了坑里面发现又有车 哎 车好多啊 是的 盘活了 耳里面午后直接上到坡上 跟Pyro打一波正面 直接强突脸上 皮肯南 跟玉玉两个人 一滴血的血量 两个人打了一波血童 但是这个雷就在脚下 血量打不起来 都 哦 捕捕了 这波的话就是 小听到你看他 打了三个 是的 3G头甲加AOG的伤害 本来是人头不断的互换 是的 还挺揪心的 你说我去摸人了 黄黄黄 跳了四个 我们说要倒了一个 马上一种 二边跳楼 我跟左边 就在左边眼里 还要炸了一个 走 要炸死完了 我左边眼里左边眼里起火力 ok 来 413 开了要打一三四三 丢丢丢丢丢 到哪里了 上一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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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场上的唯一满边 嗯 他排的位置好像是被这个甲爷所迷惑了 嗯 哦 这个怕的位置要了亲命了 天呐 哎呦 刚好露了个头 有点裂开了 竞点终于是拔掉了 但是付出了一个人的代价 我感觉难了 Payro 是的 但是Payro本上淘汰分拿了很多 是的 我只能说是大家各取所需了 现在就是一边要吃漆 然后一边要淘汰 啊 没补 最后